轻轻松松, 心抽油中 现在我们已经来到港田欣澳站 由A出口离开车站 静静地告诉大家 今天我们去一个隐世丰香林 沿途可观赏芦苇和芒草 还可以遥望青山的景致 可以说是一举己得 这里是欣澳公众运处教会处 我们直向海奔行 来到海奔前面是长寿岛 现在我们转右沿着海奔行 路程约2.2公里 需时27分钟 就到达隐世丰香林了 大家请注意 这段路程是没有洗手间的 沿途是没有遮挡的 所以要戴遮和帽帽 最好要戴太阳眼镜 特别要戴水 你看看遥阔的海岸 对面是青山 屯门和大栏 海天一色 在太阳照耀下 海面银光闪闪闪 来到这里 我们继续沿着海奔向前行 这条海旁路都有车行的 大家要留意 注意安全 原来这里也有人在这儿踩单车 来到这儿左边就是铁路了 每隔几分钟就有一班列车洗 两边都有这些野生的浪味草 其实我是没见过浪的 这些草的水 是不是真的像浪的尾巴呢 两边最多的就是这些浪味 这些浪味衰在阳光照耀下 闪闪化光 瑤逸山之 我们听到龙龙声 又有列车经过了 这些浪味蜂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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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蜂��蜂� 絕美的芒草會有銀白色的浪漫 再向前行經找一個露天貨倉 繼續向前行 我們來到這個路口轉右 穿過鐵路橋底 之後繼續向前行 這輛車都開得很快 我們真的要注意 來到分岔路口轉右走 又見回鐵路 其實這裏是鐵路的另一邊 這裏真是世外桃園 你看這棵樹林多漂亮 還有多少八千層 隱世的風香林 這棵樹林就躲在八千層的後面 我們現在走進去看看 這裏有十幾棵風香樹 這裏有十幾棵風香樹 而且遊人又不多 怕津洪略時 就比較容易找到最佳位置 這裏的風香樹就比較矮小 不用蛋糕頭也可以拍到很漂亮的紅葉 部分的風香葉已經轉黃是不是轉紅 綠黃紅膠態相當月霧 為何風香葉會轉紅呢? 我們上一套影片已經有講述 今次不會重複了 歡迎收看相關的影片 開車的話就可以直接來到這裏 很方便 開車的話就可以直接來到這裏 我都幫紅葉拍一些漂亮照 觀賞沒有這麼漂亮的紅葉 我們就離開隱世風香林 沿途我們再觀賞這些瑤藝山枝的芦苇 好似幫我們送行 我們沿途回港甸欣澳站 今天就到此為止了 喜歡這條影片的請給個like分享和免費訂閱 下次再見 下次再見 拜拜 請兩位 請問我 在前面 請你 幫我